拆解成 我中間就插入幾欄呢 一二三四 四個動作 然後最後分別做出來 那這四個動作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 底下後面在四十 四頁這邊也有 比如我今天要怎麼知道 首字是哪個內碼 但我剛好提過 所以我們來按部決定 首字的編碼插入函數 那我可以先用MID MID哪一個呢 前面這一個 那第幾個字呢 第一個字 切幾個字 切一個字就好 1就出來了 按個確定嘛 那當然第2個動作是把這個公式減下 再插入到那個code 最近使用過的嘛 剛剛有用過code 所以把它貼上之後 然後你會發現這69 那 這個是第1個問題啦 那如果你要第2個字的話 其實就變動哪裡 變動這裡就可以了 有沒有 MID的函數裡面呢 這個是第2個字 那他又取到哪一個 取到X 那如果你把它打勾的話 剛好試過了88 那如果要取得第3個字 就是這個 star number有沒有 如果3的話他就取到C C的話就是7 有沒有 那這個是第1個步驟 就取 其實應該講不是首字啦 取每一個字 那每一個字怎麼取 你要分開用MID 一個字一個字的切割 再來做判斷 OK 那可是問題來了 那你要怎麼把它切割判斷 那首字切出來 我現在把它改成3 應該是第3個字 那你會發現 其實要怎麼知道是不是數字 很簡單嘛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ASCII Code裡面 是不是47 到58之間嘛 對不對 所以怎麼知道是不是 而且 這個47到58 還必須要是 什麼呢 一個交集的關係 47 58 對不對 ASCII Code 一定要是這個範圍 而且是一個交集的關係 所以交集意思就是兩個一定要是重疊 意思是兩個都要為True啦 為真才可以 這是邏輯 兩個都要為True才可以 那所以呢我要怎麼樣把這個邏輯給做出來 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可以怎麼樣 利用剛剛做的這個 然後我把它首字來去把它改1好了 假設先判斷第一個字就好了 那是否為數字呢我可以把這個公式呢再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1到這邊來 然後呢 等於先自己打一下 因為剛剛我好像沒打等於 貼上一下 這個的結果呢是不是大於 47 看一下 ASCII Code ASCII Code 裡面的話 我們是在這個範圍 剛剛有講 19頁裡面 他的 0是48 所以是大於47 而且小於58 OK 就是47到58之間 那所以呢我這邊的話呢 我就是可以撰寫一個公式 那我們的公式的話呢直接就是 這邊 是不是大於47 這個是第一個邏輯 看起來好像為數 那還要第二個邏輯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邏輯下完請你在外面包一個刮糊 因為我要把這個刮糊 就是如果你沒有包起來的話 後面有一個稱號 我要用成的方式 成 那如果為數的時候有沒有 假如說呢 這個條件為數喔 在以色號裡面呢 數他就把它當1 1喔 OK所以你這邊的話 Return結果如果是為數 他就是1 OK 不是的話就0 0的話就false 所以 因為True 就是1 False就是假 就是 0 OK 那我用成 為什麼要成呢 因為如果兩個條件 都為True的時候 那不就1乘1 等於1 就是1是 裡面有一個數字 OK應該可以理解那個邏輯吧 所以我就把這個後面 這個加個刮糊之後 然後複製喔 再把它加個乘號 貼到後面 來改一下 因為還要什麼 小於58 大於 47 小於58 那如果呢 在這個交集裡面的話 表示它這個數字 好像邏輯應該可以理解 好 把它打勾一下 是不是 0 表示說呢 1 它是不是數字 不是 那我往下填滿一下 下面會不會有數字 有 有沒有 125 第一個字是 然後呢 2008 這個也是 所以 如果開頭第一個字 不是的話 那它就 就是0 反字就是1 那第二個問題是 可是我現在只有解決一個字啊 那後面的話有這麼多字 我怎麼辦 所以 這裡需要一個所謂的正列 那這個正列的話呢 我剛剛提過啦 就出在那個 MID的第二個 產屬 所以如果說我要 第一個字 第二個第三 後面很多字的話 請注意 你可以把這個1 改成一個大刮糊 大刮糊實際上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範圍 告訴他說 你幫我 抓第1個字 豆點 第2個字 第3個字 第4個字 所以你就把 12345 因為可能我不知道幾個字 所以6 假設我知道 先用5個字好了 用5個字 那你可以這邊做完 記得喔 把這個再複製一下 Ctrl C嘛 然後再貼到後面這一個 這個 Ctrl Ctrl V 也就是這兩個都是範圍 然後你可以 再打勾一下 不過特別注意啊 因為 你現在打勾的話 它也 會 如果只是打勾 它只會執行正列的 第一個數字 就是抓第1個字 但是如果你要怎麼樣 讓它 全部跑完的話 那就用什麼 Ctrl Shift 加Enter 它就全部跑完 但是全部跑完我要加總 所以加總我怎麼做呢 很簡單嘛 如果它兩個相成 加總 我最後請你在 外面再包一個上盤數 S U M 前刮糊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加一個後刮糊 那它就怎麼樣呢 把剛剛的那些字有沒有 回來如果1加1加 如果有1的話 它就全部幫你加在一起 那因為呢 這裡面有一個 所謂的正列 如果有正列你要執行的話 記得用什麼 Ctrl Shift 加Enter 它才會怎麼樣 幫你一個一個的去分別執行 如果你沒有Ctrl Shift加Enter的話 有時候它就沒有 它就只會怎麼樣 只會把其中 就是跑第1個就對了 所以我這邊最後做完 按Ctrl-Shift加Enter看看 OK 那你會發現 裡面的話呢 它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0 那我 先優標先 只放在第1個 Ctrl-Shift加Enter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第1個Excel裡面沒有 那第2個有沒有 這個 剛剛可能跑過一次 因為優標記得不要選一個範圍 我剛剛好選了一個範圍 那我把這個 再從 重新 再讓它 Ctrl-Shift加Enter 往下填滿的話 它就會去抓什麼呢 抓某一個範圍的資料 這個 剛剛執行的時候記得就是 不要是整個選取範圍 那記得就是 把這個全部加起來 目前Excel裡面沒有 往下填滿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往下拉的時候 你會發現 如果是像這個125有沒有 因為我往下 後面一直抓 那因為我預設是5個字 所以它會剛好 幫我加起來 裡面有 是數字的話 就加起來 那可是有 錯誤的部分 這個問題是哪裡呢 你會發現 因為我預設是抓5個字 可是呢 這邊只有4個字 那如果有4個字的話呢 它會造成什麼一個問題 就是 第5個字沒有 那沒有會怎麼樣呢 沒有它就會產生一個Value錯 為什麼 因為在這裡面 如果你加總的話 我這邊插入環數 那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它這裡面 只有 4個字 所以呢你跑 12 3 4 第5個字 沒有字嘛 沒有字如果你給它的話 它就會形成一個Value錯誤 那所以為了要怎麼樣 把這個問題給去掉的話 我們必須要在 加的時候呢 外面再包一個什麼 ifl 如果有錯誤的話 那就幫我把 錯誤的那個訊息呢 假設改為0 因為 後面表示都沒有字啦 所以我就沒有字的話 那我就不加總 所以最後的話呢 有錯誤 我如果要把它避免掉的話 那我就在什麼呢 在那個sum的 跟call的這個中間 再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 如果你為了避免錯誤 你可以插入函數 從這邊裡面做 然後呢 可以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把它 先剪下來 然後利用 用什麼呢 這邊可以再插入一個函數 如果你怕錯的話 其實可以直接在這邊前面 在用那個其他函數裡面 找一個什麼呢 找一個那個 邏輯 的ifl 他會幫我把 公式有沒有 帶到裡面 那你把Value貼上 另外的話呢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呢 那我就用0 表示沒有 OK 就把錯誤啊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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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Value錯誤 對不對 那他就會把最後這個錯誤呢 改成0就好了 那就全部都 加起來就不會錯了 OK 所以基本上按確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向上填滿 再向下填滿 OK 基本上呢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但是 這邊還有一個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呢 我剛剛只有設 五個字 可是問題底下還有什麼 2008那些啊 可能有八個字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能就什麼 再增加什麼 5 豆點 6 豆點7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怎麼知道 哪一個長度是最長的 所以有的時候習慣上怎麼樣 就乾脆 你就產生一個很長的一個陣列 那這個很長的陣列要如何產生呢 其實你可以透過我剛剛有提到的 你們可以在旁邊 插入一個函數叫r 剛剛有 還有講到 其中有個r函數 它會 它是在那個檢視與參照裡面的r 沒有s r 然後按一個確定之後的 那你裡面加什麼呢 跟他講說 我要1 到 可能99吧 或者999 反正就是這樣 那你會發現喔 你做完這個動作 1冒號意思就是我要抓列 哪一列呢 從第1列到999列 那它自動會幫你產生一個陣列 有沒有 後面的話就是 大瓜糊 123456 反正就是一直看你有幾個字 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那你可以拿這個來做什麼呢 放在 我們剛剛正列那個位置 來取代它 它就會一直往後面抓 不管有幾個字 但是如果長度不足的話 我們有ifl去把它過濾掉 反正後面多的全部都補0就可以了 當然其實不用那麼長 我覺得大概99個字就可以了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這個 抓出來 那因為等一下我需要向下填滿 所以我在 這個地方按一個f4 把它鎖起來 因為你如果沒有把它鎖起來 它列號向下填滿的話 1就變2 2就變3 那本來 1要變2 到100 那不對了 範圍就錯了 所以我們不是要 所以記得多按一個f f1 那你做完之後你可以把這個row 刮弧 1到99的公式 複製 然後呢 再到什麼呢 剛剛這邊 怎麼樣 把 大刮弧 12345 有沒有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有沒有用 剛剛那個row 刮弧 那個1到99 來取代它 那這樣的 好處就是以後它會 是 不管你抓幾個字啦 反正我最多就是 如果是1到99 意思說 我允許你儲存格裡面最多放 99個字 但如果你可能會超過99個字 那你後面數字可以再加大 沒關係 OK 好了之後一樣的嘛 Ctrl Shift向下 一樣把它向下填滿 理論上應該 這個結果就出來了 OK 不過應該理論上這個 這個的答案應該是 放在最後一個 我把這個 再翻一下 複製一下 應該這個放在1欄才對 然後 Ctrl Shift 加 Ctrl Shift 按住再按Enter 然後向下 OK OK 這樣的話 就全部算完了 數字 個數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做完之後 可以思考看看 如果是非數字的話 那其實邏輯 其實邏輯其實跟數字還蠻像的 差別只是說什麼 你就是要把那個 邏輯 改成 改成那個什麼呢 這個以上 或者是 這個以下 剛好顛倒 剛好顛倒 那特別注意喔 剛剛是 兩個交匯的地方 那現在是兩個 不交匯的地方 如果交匯的話 剛剛是用乘的 如果說不交匯的地方 記得用加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只會有一種 情況發生 OK 那如果說其中一個 一個情況發生的話 那 只要一個 1 就會是 除了 就是非數字 特別是 那這種敘述的話 其實就 偶了 或 剛剛的話 是 End 是一個連擊 我跟你講 這個是交集 然後 偶的話 是一個連擊 請各位也許先試一下 因為這個 那個 複雜度其實還蠻高 而且有些同學 可能都沒有 用過 剛剛講過的這些函數 那請各位先第1個 試一下 首次喔 OK 我用密的切第1個字 第2的話呢 我在利用什麼 利用判斷是否為數字的話 那我這邊應該是先不要上 其實就是 是否為數字 其實就是 call 這個call 他 這個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一定要前後加刮弧 他是不是大於47 乘上 是不是小於58 這個地方當然只會判斷一個 所以你把它 向下填滿的話 只會抓 第一個字是不是 再來的話 數字個數的話 你就是把剛剛的這個變化 再延伸 加上那個陣列 加上 陣列的敘述 我裡面加一個r 然後 數字個數部分 那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散盤數 所以散盤數再把它加起來 我想這部分請各位 也許先 試一下 那 比較詳細的那個步驟 可以參考那個 講義裡面的 事實 事實 事頁這裡 事實 數字個數 那待會再來看那個 Facial